今天,火山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萬普GG系列的 欸?你用到什麼東西? 萬普GG系列 萬普GG系列的景品 美少女戰士的 火星仙子 然後叫火野營 可是有些人會翻譯叫火野利 所以到底是營還是利 反正就是他 然後原本的 原本在還沒有變身之前 他的工作是女巫 這點還蠻特別的 那他的能力就是丟那個 會變成火 具有燃燒性質的火焰的符咒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所以一開始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好像脾氣比較暴躁 那開始介紹內容物啊 兩盒啊 我真的覺得他們有時候 萬普真的很奇怪 就 做異色 他們有時候都做的還蠻簡單的 他原本應該這個是正常版 然後他推個異色版的顏色是 算是藍法的吧 然後他們現在的景品 我太久沒買的關係吧 他這個已經變成不是貼紙了 以前都是用貼紙 他現在直接變成一個 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就是沒有貼紙 他不是貼紙 他變成 以前我們都是講說看貼紙 講的那個 代理版就是綠標嘛 然後什麼金證啊 黃證啊 銀證啊 這一些的 他現在就直接 印上去 也不管你了 打開後內容是這樣子 他沒有像之前蠻多具體系列 都會分成兩個部分組裝 他沒有他就直接 一隻啊 給你一隻啊 然後另外一個 裡面內容都這樣子 基本上 空間就是 一半 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 要不要考慮一下 把空間再減少 真的再減少 我可以去拿一下剪刀 真的覺得他們空間可以再減少一半 腳架 腳架應該是 扣在後腳的 對 先扣起來 感覺沒有站得很穩 沒有很穩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有時候GG系列 腳架小 我是覺得不錯 可是腳架小的壞處就是 你看 倒了碰到一下就倒了 腳架小的壞處就是 這樣子 碰到一下可能就倒了 沒有站得很穩 還是我裝錯 是裝在前腳嗎 所以是裝在前腳嗎 看起來後腳比較合耶 對是裝在後腳 後腳 後腳 好 裝完了 給大家看細節啊 我覺得是他自己本身設計不好 因為他本身 他的身體是有點偏斜 他重量有點偏 這邊算是他的右側 他重量有點偏右側 射 那它重量有點偏偏偏側才對 重量沒有很平均啊 然後它的腳架 你可以看到它的腳架設計太小 然後它的剛印是印在腳架這邊 這樣沒有太好 內褲是白色的 我發現我喜歡偷看公仔的內褲 正面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臉已經算是新版的那個臉了 我個人是覺得舊版的那個臉比較好看 新版的臉感覺好像 都太美同化了 正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兩個耳環的部分 是 這算是 這算是 這算是六芒心吧 這應該算六芒心 上面這樣子 那比較可惜啊 他應該讓他手拿一個符咒 可能是怕塗裝的問題 手沒有拿符咒 我說到火星先祖 我對他記憶真的就是 那個丟那個火焰的那個符咒啊 那鞋子穿的是高跟鞋啊 說真的這個 這個你說是戰鬥服 真的覺得有點 有點好笑啊 就穿高跟鞋 你還可以打架的人 真的不多啊 好 我真的覺得他沒有很穩耶 明明就已經 裝的整個已經扣上去了 那 那 異色版的跟正常版的最大差異 眼睛的顏色是一樣的 稍微留一下 眼睛的顏色是一樣的 然後胸口的顏色也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最大的差異是衣服啊 他的 異色版的 所謂的B款的異色版 他們的衣服他比較淡色 他沒有很紅 然後頭髮變成 這算是深藍色 深藍色的顏色其實還蠻好看的 頭髮顏色就很明顯有差異啊 左邊是異色啊 然後右邊是所謂的正常版啊 側面這樣子 正面這樣子 轉一圈 後面的衣服還不錯 然後內褲也沒有變啊 然後鞋子注意看 鞋子也有色差 基本上這個系列是好像有點 有點惡逼的感覺啊 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角色的 就算是角色的異色版 上面這樣 上面這樣 這是萬普GG系列的 GG系列的火仙仙子啊 火野靈 嗯 覺得他真的沒有站得很穩 欸 我是不是剛剛念出他的名字啊 確認一下他的名字 對呀 火野靈 我想說其實 想說為什麼會一直想到別人 他們這個系列的名字說真的 我除了主角叫小兔以外 其他幾個真的 知道他們是哪一個 哪一個星的仙子 就木星水星 但說的名字我真的好像 記憶點都沒有太好啊 那售價大概一組 大概是380到400多不等啊 算是還蠻平價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靠去購買 這個系列已經推出了 月光仙子 然後我知道的是有水星仙子 啊不知道後面那個 其他幾個 沒有意外 這個系列應該要把 九隻都推出來吧 那就等萬普慢慢的推啊 他們真的不考慮一口氣推嗎 我比較想要一口氣拿 那今天可以介紹到這裡